大家好,我是金飞地产broker金飞 最近中美关系不好,政治博弈不断 好多人想回国也回不去,想来的也来不了 大家都是比较郁闷 结果最近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的参与员Lois 又提交了一项法案,147号法案 引起了很大的恐慌 德州的州长Greg最近还公开表示 他支持这个法案,他会签署它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那么今年的9月1号就会生效 所以这几天天天收到国内外的中国朋友的咨询 问我,以后还能在德州买房子吗? 我们该怎么办啊? 所以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这个法案呢,它禁止来自四个国家的买家 哪四个国家大家都心知肚明吧 美国跟哪个关系不好 就跟哪个国家不想做生意了是不是 那就哪个国家呢 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 它禁止这四个国家的公民、实体和政府 购买德克萨斯州的土地 但它不禁止他们来租赁房产 之前呢,有新闻报道 就说外国人在美国的一些冲事基地附近买土地 所以啊,这个罗伊斯他就在公开表示啊 他提交这个法案就是想为了解决人们对于保护德州的土地 免受外国政府所有权的日益担忧 所以说呀,当然能买房子了 不然买土地,但是可以买房子呀 独立的别墅、连体别墅、工艺、农场、商业地产都可以买 根据我们的行业协会 也就是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一份报告说 从2021年的4月到2022年3月这一年中呢 整个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第二大最受外国这个房地产投资人青睐的一个州 佛罗里达派在第一,德州派在第二 所以说政治家不会那么少白田吧 到手的钱不赚,让大家不要买房 所以说请大家放心,一万个放心 不要受文字游戏的影响 就像我吧,我天天做房地产 但是有一些行业,一些同行气的我啊 总是背后说,金飞天天在待女儿没有做房子 所以呢,今天我要现身一下 给大家说,我还在做房地产 如果大家有任何地产的问题 可以和我咨询 关注金飞地产俱乐部 喜欢这里,真心经纪人